9號主...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忘記了 喔 是這個意思 好 9號主舊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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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特別來賓 Mandy 欸 其實我們認識那麼久 她第一次來拍我們的影片 嗯 對 她的頻道是Face to Face 又改名了 又改名了嗎 啊 啊 啊 頻道為什麼你自己講話 你的臉書沒改吧 臉書根本沒在用 欸 過分欸 你的頻道到底叫什麼 Mandy 漫地裝什麼 喔 有啦 我有想到的 還是有在發握嗎 有看啦 現在說大舌同學 為什麼你講話大舌同啊 我看牙刷 你明知道要拍影片 然後還是拿下來 我想要戴滿22小時 小姐妳趕快說什麼 因為那兩個小時要幹嘛 就是用一個拔下來 然後再趕快刷完 然後再刷完 你很煩欸 所以不能戴著吃喔 好像是可以戴著吃 但是怕人沒有馬上清理牙刷會蛀眼 今天要喝什麼了 今天呢 要喝Takiyasha 好像那麼無聊喔 不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 他們都會問說 欸 妳要怎麼喝啊 所以這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可是為什麼Takiyasha要配鹽啊 然後Takiyasha那個國家的人啊 工作很忙 沒有辦法一直吃東西 然後他們也有愛喝酒 工作很忙 然後沒先吃東西 但有先喝酒 嗚 喝酒妳這樣下去都喝完 然後缺乏了礦物質啊 就靠鹽來攝取 缺乏了維他命之一 就靠檸檬來攝取 但其實現代人會這樣喝 他們都會想說是因為這樣喝 所以比較沒那麼嗆 那如果只是味道好喝 我可以用糖嗎 因為我其實不喜歡鹽後杯 我喜歡糖後杯 真的假的 有一派的喝法是會在檸檬上面殺糖 炙燒它 有就是灶糖的感覺 對 妳現在有沒有那個 糖 喔 沒有耶 我們先不要配鹽跟檸檬 所以我們要先要喝幾杯 大家想喝幾杯就喝幾杯 因為基本上我放在人洞鋪 所以它的酒精四季根就不會怎麼的 所以 這什麼意思 斑嗎 一斑嗎 而且我不小心失手 對啊 你都會一直失手 先品嘗看看 OK 乾杯 沒有要乾嗎 對啊 沒 就喝一口吧 好喝耶 好喝嗎 好喝 怎麼樣 好喝吧 這個還不錯 它後味沒有那麼燒 我們喝完 然後就開了今天主題 然後待會再試試看 這樣打起來 乾杯 我胃燙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是 生活中遇到最可怕的蟑螂事件 最可怕的蟑螂事件 對 其實我每次這樣講的時候 我老實在都只想到一個耶 只有一個嗎 只有一個 我好多個耶 因為那一次真的太驚悚了 蟑螂就跟我就是 完全貼在我身上 小時候啦 就我要穿外套的時候 然後一穿起來 我發現那個標籤應該在燒我脖子後面 然後我手的時候 我想要撥一下標籤 那我竟然就抓下來一個東西 所以我一看就是 超肥大的蟑螂 它是在這樣 我一打開它 它就靜止不動 它可以被嚇到 然後就趕快丟過去 我怎麼會被抓起來 所以你以為那個標籤 是蟑螂的腳腳在你的後面這樣 對 為什麼衣服上還有蟑螂啊 我不知道啊 因為它是掛在場面上 就是蟑螂的蟑螂 所以你真的在路上被蟑螂下無數 而且我已經算是蠻不怕蟑螂的女生 這倒不是我自己發生 這我聽到我朋友講 他有一次要跟他的曖昧對象出去約會 然後他們就選擇去夜市 然後吃那種路邊的臭豆腐墊 然後他就坐下來之後 他就看到他那個曖昧很像女生後面 飛起三肢像直升機一樣 你知道嗎 你這樣盯著你看這樣 好死 你好聽到垂直咧這樣嗎 然後就死死死死死 然後女生就順著他眼睛這樣子 然後衝出去 因為夜市的那種椅子都是那種圓的嘛 所以他那個角角都很長 他就直接半倒 然後直接飛到那個旁邊的那個水溝桿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朋友就把他掀起來 然後趕快就是領逃離現場 然後我就說他還是有在一起嗎 他就說沒有 被誰嚇到 誰被誰嚇到 誰被誰嚇到 被女生嚇到 我沒有仔細問耶 因為約會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兩邊都覺得應該不好 就是很常這樣 第一次就要很尖叫很醜 在那個男人面前 而且他直接不改 我覺得超丟臉的 我覺得女生也應該要忍住吧 那怎麼忍 怎麼忍啊 對不起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耶 對男生來說 就是應該要當下要跟他說 喔沒有關係啊 就算你跟他反應很醜 不用那麼明講 但是你要有一個反應 讓女生知道說 雖然我跟他很醜 他應該也不會這樣 就不喜歡我吧 男生你不能說出你剛剛很醜 這句話 不是他就這種明顯啊 所以他一定會怕說 幹我這次好醜 我先幫他整個 吃蛋糕怎麼樣 直接說沒有 你跟他好可愛 我應該說你還好忙的時候 對你還好忙的時候 欸你跟他反應很好笑 很可愛之類的 就這樣帶我 因為我跟他死了一隻 可能前一次是約會 然後做了一件很醜事 你應該很慘吧 喔對阿 他就會說很可愛阿 他們會直接這樣 對阿 你還好呢 你應該很可愛了 我說我好醜 因為我的反應會這樣 我說我好醜 然後他們就說 喔沒關係很可愛這樣 你要看女生 因為女生如果真的覺得很尷尬 很丟臉的話 就把你抽破了 就是你再去講這種很可愛 他會覺得 屁啦 屁啦 這樣很可愛耶 你沒有發生過什麼可怕的髒髒事件嗎 我沒有欸 為什麼 我看到髒髒就直接把他殺掉了啊 他還是會先譬如說被擠一下 就是 欸 髒髒就來了 哈哈哈哈 你冷靜個屁啊 因為台灣的髒髒很多啊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遇到的都是那種 神經的髒 神經的 就是他 我真的覺得他有人性 他可能裡面住的公讀生 他直接對著人這樣 都來過我阿嬤家嘛 就我阿嬤家其實蠻大的 客廳離那個廚房是對角線 就是最遠的兩個距 之前我有朋友來我阿嬤家 然後他就從廚房走出來 他就說 賴我啊 我在電影也聽到他尖叫聲 他想說 好啦我在看電視 他後面的蟑螂是這樣 欸死神的追了他追殺欸 我真的不太懂蟑螂欸 因為我之前在一個餐廳打工 我們那邊就是蠻乾淨的喔 但偶爾還是會有蟑螂 因為病毒就賣濕的啊 通常出現就是超肥美的 超肥美的什麼 那你烤完吃 就是很亮的殼這樣 然後很長 身體很長 身體很長 身體很180那種 可是我看到很亮的殼的時候 我會這樣 哇 漂亮 那妳是會帶回家講嗎 尤其是看到那種年輕的小蟑螂 他就覺得 很可愛 欸這蟑螂博士是不是 沒有辦法他就是噁心欸 因為你看到蟑螂 你就會想說 喔他剛剛不知道在哪裡爬過 就希望他不要碰到我 你們想後 長蟑螂臭 你想太少了吧 我以前是超級怕長蟑螂的人 我是訓練了一陣子之後 才開始變比較冷靜一點 只有自己住的時候 只有自己住的時候 對 自己住 而且我那時候住夜市裡 走在都是吃著的那條路上 戴著我的小帽帽 然後就突然就是 感覺有個東西這樣子 停在這裡 然後我想說 那是什麼啊 然後就感覺說 啊啊啊啊 就這樣 好噁心喔 旁邊超多人 那你知道我蟑螂超重 就想說 我現在如果今天這樣的話 他要在我帽上找他 為什麼他會來我頭上呢 等一下 他順便可以想好多事 他如果來我頭上 是不是好像是我頭很臭 的確沒洗頭 然後我就默默把他拿下來 用很慢的速度 不要讓他碰到任何我的肌肉 他其實沒有碰到 他只是在我帽臉上 我這樣甩掉之後 然後就很快樂的走回家 就趕快消毒 然後全身洗眼 太可怕了 可是你知道這樣甩 你不會怕他有被你甩掉 然後他跑進去 我很仔細的看 就是而且我還離我很遠 就這樣趕快甩掉 我也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為沒有注意 很冷靜的一個漂亮的這樣 時尚甩然後時尚帶 好沒水準喔 那我們現在要來時尚的喝 時尚喝嗎 欸 我覺得我已經暈陰了 太快了吧 你要體驗一下這樣喝 半杯 半杯 我先到妳了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個 如果我失手就給ERICA 好 可以可以可以 現在先把眼巴拿著臉 放在手背上 你現在要手背是不是 那種做做的 不然妳用什麼不然妳 我不能這樣嗎 這樣很少啊 姐姐 OK 好 手背 甜到喝 然後拿個檸檬 含這樣 乾杯 乾杯 先起來 嗯 我不能咬檸檬 那麼期待 好吃 好吃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這樣子耶 它跳的味道跟檸檬混在一起 跟檸檬味道很棒 我說好 那我來聽聽看 我也是拼完之後我發現 好 那胃後不要聊 沒有需要清掉我嘴巴裡面的味道 我就是喜歡 我花成很久 我也喜歡啊 我突然想到 我們之前那時候沒有喝嗎 我們要敢罵 你敢罵 敢罵 敢罵很好欸 我覺得 都不得了 不會吧 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喝欸 有人會用柳橙辣 柳橙我聽過 我覺得我喜歡就是甜的水果 因為我本來就不愛吃那麼酸的 如果我覺得大家有今天的介紹好的話呢 就是在下面寫大家讚 那如果覺得大家很爛的話呢 就留言 Erika讚好了 什麼啦 怎麼樣 Mandy怎麼辦 Mandy就是大家都記得去追蹤她的頻道 訂閱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她今天講話有點不太清楚啊 就在那邊留言Mandy讚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然後留言 告訴我們你們想要看什麼主題 我們會再拍給你 其實我們 我們下次應該會拍渣男 喔對 因為上一次有人說想要拍渣男 但是因為今天想說 最近那麼常下雨聊一下渣男 謝謝大家 掰掰